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我是Kopa 為您帶來的介紹是 2022年4月15號起的 舊角色情人覺醒或者調整 也就是這六位喔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內容 首先是凱薩 這個球員分析 那優勢呢 是蠻多的喔 比如說他的這個隊伍技 是5名以上速屬性海外 23% 然後他有邊線 加30%就是兩億 以及他的半 你可以看到 直接給到4.5 兩名以上荷蘭 非常簡單喔 然後還有自動籃節 三名以上荷蘭的時候 全隊喔 有10%的自動籃節 以及這個禁區內的能力值 加30%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有兩項 都是加30% 但是地區不同 以及盤球成功的時候 移動距離提升為5倍 這個角色你可以看到 盤球就是他最主要的優勢 22.1萬 在2億或者是禁區 23.4萬是屬性優勢 不過這個數字 你自己可以去比較我之前的影片喔 都不算很高 然後呢 他的劣勢我們來看看 他的殘球跟他的傳球必殺技威力只有415 他的射門甚至只有370 然後呢 沒有S斷球必殺 是非常明顯的缺失啊 所以這個角色頂多就是只能夠做輔助喔 就是傳球給中間 他需要在2億先盤球喔 突破 但以這樣的數據來講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突破 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外部的機會就是 他可以封印對手一項必殺技 不過以後衛來講 現在兩項必殺技是非常普遍喔 接著來看威脅 外部的威脅是 盤球傳球跟三角短傳 這個盤球是因為他的殘球 必殺技威力低 那這個傳球跟三角短傳 是因為他沒有斷球必殺技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也是會怕封印的 能力值提升到68441 這在以前已經是限定的等級喔 不過現在因為數據膨脹喔 這個是試破 超越極限4次之前的數據喔 我想這個角色 我給的這個建議 只能夠是可有可無啊 好我們接著來看下一個 這個是大空益 這個技術性的球團大空益 我們看他的優勢 五名以上技術性日本球員 全能力值加23% 你沒有看錯 現在23%隊伍技是大放送了 我們來看他被動 全力足球發動中的所有能力值 提升20% 這是他最主要的加成了 那他的半 兩名以上技術性球團 然後全能力值加4% 以及我方的盾牌是1.5喔 這個是加4跟1.5 你可以看到現在給的 這個半的條件非常簡單 然後呢 就直接給23隊伍技 顯然這個快要到 5週年喔 現在是大放送 那也就代表5週年之後 這些可能都過時了 我們來看 他還有一個加太隆尼亞球員的盾牌 能力值降低效果 再多3% 以及他這個對決中 預測得勝能力值加15% 還有他有給到毅力 這個15% 在防守上 對他是有比較大的幫助 因為你一方面 你沒有在全力狀態的時候 至少還有一個拆對加成嘛 拆對可以再多15% 那我們看他的劣勢 就是傳球跟三角轉傳的能力比較弱 是明顯的跟其他版本的大空力比的話 是比較弱 那就代表他的組織恐怕也不是那麼好 好我們接著來看 他沒有封印對方 所以他甚至自己也是怕封印的 然後呢 他也會怕斷球 因為他的船跟三角短傳比較弱 沒有外部機會 他的能力值來到66606 我給的抽卡建議是 一樣可有可無 這個舊卡真的是不能期待啊 好我們來看 他在各版本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潛能覺醒的大工藝 然後這個是月底限定 然後這個是巴塞隆納大工藝 然後這是WY的大工藝 然後這個是Next Dream的大工藝 是一個扣半的版本 好那我們來看 他在射門方面 只能拿到第三 高空也是三 低空還是三 基本上你要期待他得分 不是不可能喔 你看到數字不低啊 可以來到26.8萬 全力狀態 然後再看他的盤球則是第四名 傳球跟三角短傳是這五個版本最差的 而且輸第四名你可以看看 傳球輸了多少 1萬多啊 非常多 然後這個是三角短傳21.6也輸1萬多 跟第一名比他是輸蠻多的喔 第一名則是這個WY 他每一項都是第一名 這個大工藝真的是很可怕 渾身一擊就是比較厲害 好我們來看他的鏟球倒是很厲害 是五個版本裡面的第二名喔 鏟球算是他最優秀的喔 不過這要全力狀態要記得是這一個 還有一點 這個不只全力狀態 還包括了 預測得勝 那我們接著來看這個是斷球 斷球他也來到20.3萬 在這五個版本裡面已經只能 名列最後一名喔 從這裡你就可以發現 這張卡其實 在這幾張大工藝版本裡面 真的是比較普通 好我們來看看下一個球員 這個是拖廊 這個速出性的球團的拖廊喔 我們看他的優勢 五名以上速出進海外 全能力值加23% 又是23隊伍技 他的被動 也就是對上空中球以外的射門時候的能力值 加30% 這個就是面對平地射門的意思 加的非常的多 所以他的擋球非常的好 然後是 半 兩名以上速出進海外 全能力值加2.5% 同樣的條件 減3.5 這是一個加2.5減3.5的卡喔 以及與日本全能對上的時候能力值加20% 這個卡的能力值來到64,839 我們看看他外部機會 對決模式的時候 對手體力消耗量加20% 這個算是蠻多的 然後這個是烈士 他本身的鏟球跟斷球 算是相對他的擋球是比較弱的喔 相對其他版本也是比較弱的 他的威脅 外部的威脅有封印 他是怕封印的 然後非日本球員 因為這邊 日本球員加板是20% 那非日本就等於是沒加成了 以及空中射門 對他而言是 平射加板是30% 所以空中射門就是沒加成的意思了 我給的抽卡建議 還是可有可無喔 我們看看他各版本的比較吧 首先是這一位 我們來看看他的擋球 來到25.8萬 是這四個版本裡面的第二名喔 非常的好 就是面對平射 同時面對日本 加了50% 來到25.8萬 那第二個則是新的卡喔 這個是隸屬性的拖籃 也是摩根星紀念的這一個版本 我們看看他擋球來到26.5萬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第一名會是這一張 這次調整過後的速屬性的拖籃 很簡單喔 因為這個卡的條件太多了 他需要對前鋒加20% 他需要對平射加45% 再加上是日向的平射 所以要全部加起來加了42% 才會來到26.5% 這個條件不是那麼容易達成啦 所以我個人認為擋球來講 這個是蠻厲害的 然後再接著來看是這個 月中限定的拖籃 這個條件就真的非常簡單 一個是球團25% 一個是日本10% 那他的數據也來到24.9萬 然後最後是這位比較舊的隸屬性拖籃 球團20% 只剩一個條件喔 19.4萬 基本上這個拖籃 我在做的時候會覺得說 他每一個版本幾乎都是有一個對象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是對日本 這個是對日向或前鋒 這個是對球團 又再加上對日本 最後一項是對球團 都蠻限定 就是對象或者是國籍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要注意去使用的角色 對我來講是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看他的鏟球吧 鏟球來到第三名喔 這四位裡面的第三名 就不是很突出喔 21.9 然後是斷球20.9 也是第三名 不得不說他的數據來看 好像不是很強 但實際上因為有拆對加成喔 所以其實也不是不能用 我個人看這個總數據 最後的對決還是可以用 你被他拆對的話 基本上也是很難過去 我講的就是說 比如說你是日本角 那你如果不是日本角 當然就算他拆對 你也可能碾壓他就是了 所以對決這樣的角色 就是要注意去背 他的特色在哪裡喔 才能夠用弱點 用他的弱點去攻克他 接著是這一位歐米加 這非常舊的卡了吧 我們來看他的優勢有哪些 果然又是給23的隊伍技 五名以上技術性球團 然後被動是對決模式的體力消耗量30% 半三名以上球團 全能力值加3% 盾牌給到3 然後與前鋒對上的時候能力值加20% 以及無法行動的時間縮短80%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他的機會 這是加太龍尼亞球能力值加2% 但其實這個也能夠算他的優勢喔 因為他不只加所有隊友 是加太龍尼亞的隊友 其實這個2%也包括他自己 所以他自己也是能力值加2%的意思 好我們看他的劣勢 絕對數據弱 但最強的狀態能夠用 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看他是有65564的能力值喔 65564超越極限4次之前 那這數據不高 但是呢 這個最強狀態就是指 這裡 他與FW對上的時候 那就是他的最強狀態喔 與FW對上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他是對決OMF DNF等等 那他的數據真的是不夠用 你可以看他威脅 我就打OMF囉 然後他怕封印 那這張卡呢 我要再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 他的用處不在於用數據去碾壓對手 他的優勢在這裡喔 無法行動時間縮短80%代表 你如果地圖過頭他 其實他是馬上就恢復 60%的 基本上就幾乎是馬上恢復的 幾乎啦 那80%就不用講了 大概你一過頭他就恢復了 所以在地圖的這方面 也許他沒有辦法自動攔截 但是你想要過頭他還是得對決他 那另外一點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 對決模式就算他輸了 這個對手的體力消耗也增加了30% 我想這張卡算是走另外一條路啊 另屁吸進 比較不像是用數據去壓制對手 那我給的抽卡建議還是可有可無 他是很特殊 但比他好的卡其實還蠻多的喔 再加上他是加3跟盾牌3 好像其實也還好 接著來到的是鋼薩蕾茲 這個鋼薩蕾茲 因為對武器沒有給23了 所以我就沒有列在這裡 我們看到優勢 被動 就是威壓 取得對決勝利 對手下次選擇指令的時候 能力只減13% 所以你要是對決輸給鋼薩蕾茲 你下一次能力只減了不少喔 記得要想辦法自點就是了 接著是半 3名以上隸屬性球團 全能力只加2.5% 然後呢盾牌3 這就是我覺得這張卡給的最差的地方就是這裡了 三名上帝茲茲茲球團也許不難 但加2.5跟盾牌3 這個加起來也不過5.5的效果 實在是蠻差的喔 然後呢 這個是渾增一擊 體力越多 必殺技威力提升幅度越高 來到15% 這張卡的優勢就是鏟球跟擋球 以一個後衛來講 鏟擋段 這是必須的 他只有兩項好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他的劣勢 這個斷球他的必殺技只有355 355你沒看錯就是這麼低 這就是他最大的問題所在喔 雖然他的數值給到79234 是今天介紹裡面最高的79234 但無助於這個斷球啊 接著來看他的外部機會 他不怕封印兩項喔 這個還不錯吧 但是其實能夠封印兩項的也很少吧 然後是加塞隆尼亞或加塞隆尼亞 B球的能力值加版是3 這個其實也可以算是他自己的優勢 因為他就是加塞隆尼亞 所以他自己也會加3 隊友也會加3 那我們來看他的威脅 外部威脅就是 傳球跟三角斷轉了 因為他的斷球實在太弱了 但如果你是技術性 恐怕你要小心喔 因為他這次的調整喔 把他能力值提高到這麼高 甚至超越了他的月中限定版本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技術性被他克制 再加上拆對加塵 355都有可能斷下你的傳球或三角斷傳 我給的抽卡建議是可有可無 雖然是給可有可無 但我還是要強調一點就是 他的產球跟他的擋球 沒話說 數據非常的高 也非常的優秀 最後我們來到這個是守門員 艾斯帕達斯的分析啦 他的優勢 首先是五名以上速儲進海外 全能力值加23%的隊伍技 然後呢 對上空中球以外 射門時候能力值加10% 這個算是調整過後了 然後半 兩名以上速儲進海外 給到4% 以及盾牌2 所以他加起來是有6 那我們來看他的接球 這個數據可以來到26.9萬 面對平射 空中球以外的意思就是指平射 面對平射26.9萬 屬性優勢28.2萬 算是不差 說實在話 屬性優勢的情況下是不差 但26.9 面對速屬性或者技屬性 這個數據其實 不是很夠就是了 我們看到外部機會 一向必殺機封印無效化 然後他的劣勢就是 你如果想有這樣的數據 你需要有最強的接球 這個最強的接球 在一張技屬性的 扣半的艾斯帕達斯身上 恐怕 你要想辦法拿到那個接球了 然後接著是威脅 威脅來自於高空 或低空射門 以及技屬性的球員 雖然 數據不低啊 45881 但是如果面對技屬性 再加上 空中射門的話 他是會非常的慘 這裡已經是 平射喔 也就是空中射門 他是完全沒有加成的 我給的抽卡件 也然然是 可有可無 以上呢 就是我對 這一次4月15號調整 或者是全能覺醒的 六位球員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在一個地方 我們在中間 點福的內閒 支持大家